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吊住了乱赞阁 兰尔公子 兰尔公子 这是魏公子的陪见 魏英 你到底在哪儿 闻戏死了 没想到赤丰尊这般勇武 竟然能一刀 就将温絮的头颅给砍下来 汤弟 你浪费张指幅打那只乌鸦做什么 这些畜生 平日里也吃不到这些东西 今日就让他们饱餐一顿又如何 现在这九州之内 难道还缺死人吗 传令下去 让我们带人帮着受解尸骸 来 把这儿都清理干净 是 出目无所境 白骨必平原 小姑娘 我们到了 这几遇 多成金公子招服 如今一道清贺 就此 别过公子 江姑娘 江姑娘 我违宪将你托付于武 兰陵 我看 还是等江城来了我在 阿诚 阿诚 你用阿诚的消息 阿诚 阿诚 你好了 你恢复了 阿诚 阿诚 兰儿公子 恭喜你大卓得报 这是 这是魏无羡的配件 你们难道 秦山教化司 烧了 太好了 我带了几百金世子弟前来 本来想去与你们商量 一起攻上秦山教化司 都会配件 还是让你们走了一步 对了 魏无羡呢 他托我照顾他师姐 现在可以完毕归照了 阿诚呢 魏无羡 他人呢 阿诚呢 阿诚 本事倒行逆施 残暴如私 吴贯乎天怒人怨 赤丰尊杀温若寒义子 犹如断他一臂 也算是告慰江氏英灵了 不杀文朝文朱柳 我江氏满门 定不能安息 不错 杀人偿命 凡是温氏 皆要占于此刀之下 如今 狼牙和清河的监察疗 已经被攻破 则吴君也已 亲率蓝氏子弟 返回云深部之处 想必不久 就可稳住孤苏一带 那就只剩下 云梦 和一陵两处了 赤丰尊 望机请战 赤丰尊 我也请战 你二人请战何处 遗灵 遗灵 遗灵地主西南腹地 在骑山卧榻之侧 一手难过 致奉罪 小子 你们去吧 明日起刁 但要避开大路 以免打草惊蛇 金公子 赤风孙有何吩咐 孟瑶在金氏可安分守己 孟瑶 他不是在涅氏共职 何时来来金氏 什么 自从蓝氏匆匆一灭 便再未见过孟瑶此人 而且 父亲 父亲也不会 告辞